老子知道的神话溯源 首先 神话是每个民族文明的源头 哲学是对神话的继承与洋气 所以从神话发展到哲学 是人类思维的自我飞跃 但在哲学产生之初 会带有神话思维的特质 老子一书 它是中国哲学在产生之初的代表作 正处于由浪漫神话向理性哲学的转变时期 其中的思想混杂着 柬埔与悬傲 制着与成熟等相互矛盾的特色 如果从纯哲学的角度进行尝试 会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 所以应当尝试从神话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尤其应该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哲学范畴 到进行神话溯源 我的文章一共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道的描述方式 是用神话类比思维 第二是道的神话原型 是天体运行规律 第三道具有宗教神性 第四道的存在状态是混沌 而混沌它是创世神话原型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 道的描述方式 它是用神话类比思维 神话思维它的特点是形象朴素 具有象征性的特色 象征的具体表现形式便是类比 类比的目的是通过用 已知窃进易懂的事物或现象 去推知为之遥远抽象的事物或现象 以此达成对未知世界的认知 将宇宙的一切纳入自身的知识体系 从而使人们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中 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老子用母表示道 用母比喻道 母具有创生万物的能力 它在创生生命这一特点上 与道是相似的 所以老子一书中一共出现了七次的母 都是道的指称 与此相对的是老子用子比喻万物 因为子是由母创生的 万物是由道所创生 第三老子用聘就是女性生殖器官 它具有生育包容和接纳的功能 所以老子用玄聘来类比道 因为道也具有聘的一个功能 它水具有不争柔弱善下的特征 所以老子用水比喻道 因为道也具有这样的存在特质 道虽然创生万物 却不加以主宰和占有 而是任其自然而然的发展 水的运动方式是向下的 所以得道的圣人 他也具有卑下谦虚的一个人格特性 老子还用婴儿类比得道之人 象征他们柔弱但充满生的力量 这样一种存在方式 老子用各种具体的事物 对道进行类比 也只是与道的某一方面特征 具有表面上的一个相似性 所有这些具体事物的相加 也无法与道等同 因为道是无限的存有 老子思想的最终目的 旨在让人们超越这些具体的事物 现象和描述所用的语言本身 去体会道的无限与完满 因而神话特有的一个类比思维 在老子对道的描述中 它仅仅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 老子也知道这种神话思维 和描述语言 它是具有局限性的 第二个方面 道的神话原型是天体的运行规律 道具有形而上的特质 但在老子提出道之前 它必定存在一个形而下的自然圆形 一些学者认为道的圆形是月亮 有一些学者认为道的圆形是太阳 像多二位学者认为 老子哲学和月神宗教有紧密的联系 道的圆形是月亮 王博学者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到线索 论证了老子属于古代的拜月族 并且老子对道母 和白天的交替轮转 所以阴与阳的对立 与转换来自太阳的规律性运动 由阴与阳演化出一切对立物的相伴相生 神话中太阳是万物的生命之源 老子之道同样是万物产生的根源 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不论道的圆形是月亮还是太阳 学者们都给予了充分的论证 综合以上两种看法并结合老子原文 可以得出道它指的是天体运行规律 太阳的东升西落和月亮的阴晴圆缺 这种天体的周期性运行方式 为人类和万物提供了生长繁衍的时空条件 尤其在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时期 人们在日与月的运行规律之中 劳作收获繁衍和安息 所以原始人类将月亮和太阳 都奉为至上的原则和掌控一切的神灵 老子之道就是由日和月的天体运行规律 它抽象而来的 还有道它具有一个宗教神性 神话不仅是哲学产生的前提 还是宗教产生的基础 神话宗教哲学是依次产生的 在产生之后又并行不悖 共同存在 在这一过程中思维的理性因素逐渐彰显 神秘性的因素逐渐退去 人的主体性也在这一过程中 慢慢得到确立和强化 早期的哲学正处于神话和宗教的转变过程中 所以带有宗教神学的特征 乌是古代中国的进行祭祀占卜 沟通神灵 预测吉凶的一个人物存在 他必然对上古的神话有很深入的了解 中国古代的史观是由乌而来的 史观的兴起是人类理性的巨大发展 但他仍然摆脱不了宗教神性的影响 老子的职位就是史观 所以他的思想带有宗教神性的意味 分别体现在三个方面 地 鬼和神 地在老子一书中有出现 道充而用之或不赢 渊息似万物之宗 曹其瑞解其分 何其光同其成 等等 然后后面是相帝之先 地在老子的文本中是指天地 这个天地它也是从之前的周朝和殷商继承而来的 天在宗教神学的意义中 是一个人格神的存在 也称上帝 在老子之前 人们认为天和上帝是至高的存在 老子是第一次将道置于天上帝之先的 道与地在不同的时期 他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宗教神性 鬼 在老子的文本中也出现过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伤人 这说明老子承认 鬼和神的存在 只不过在道的同设下 鬼神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 除了地之外 鬼和神也都仰仗和依赖于道 承认鬼的存在 说明老子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脱离宗教神性的影响 还有神在老子一书中 共出现过八次 神作为形容词是神性的意思 他作为名词是有神性者 包括地、鬼 但并不局限于此 老子知道在继承和扬弃了乌文化中 至高神的神秘性和宗教性 道与天、地、鬼、神相比 他更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 但这种理性主义 他仍然带有宗教神学的痕迹 第四个方面 道的存在状态是混沌 而混沌是古代神话创世的原型 混沌是在哲学产生之初 所保留的创世神话原型 在神话阶段 人类对尚未产生天地万物的宇宙初始的想象 是一种混沌的状态 混沌神话原型是一种包容万有的黑暗深渊 一切都在蒙昧中尚未明晰 老子形容道是有物魂成先天地生 和尚公主 为道无形混沌而成万物 乃在天地之前 而得道者 他也表现出了混沌的状态 熟人昭昭 我读昏昏 熟人茶茶 我读闷闷 混沌其落竹 混沌它不仅是道的存在样态 同样是老子哲学中理想的人格特质 它对人们的行为起着泛倒的作用 老子推崇混沌是因为 其具有超越一切分别性的特点 体现了道之包容万有的整体性特征 是创生的本源 一切可能性生成的条件 充满了无限的创造力 混沌它看似无序 实则是秩序的来源 看似蒙昧 实则是理性的前期准备 它看似原始 实则是文明的产生基础 总之老子知道深受神话的影响 是对神话有继承 也有改造与洋气 首先老子对神话思维 是有所怀疑和警惕的 这表现在它并没有将道 局限在用以类比的几个具体事物中 老子旨在让人们穿透具体事物和言语 去体认与末会道的无限与完满 其次老子哲学中的道与天地鬼神相比 更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 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淡化了以往至上神中的神秘性和宗教性 总之相比神话 老子一书它更具有理性的特点 是人类思维从神话到哲学的飞跃 好 感谢大家聆听